大家好 欢迎走您疯子说体育这期我们来聊一下中国男男的亚洲杯小组赛 这个亚洲杯小组赛的赛程已经出炉 北京时间7月12日 晚上9点钟中国队要迎战韩国队 14号要迎战80 16号要迎战中国台北 比赛呢是在印尼的雅加达进行 这些亚洲杯呢 中国男男目前还仍然没有派 没人确定是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球员参加 可能到时候CBA联赛结束之后 可能有更多的人进入国家队进行集训 分成男男一队二队分别出展不同的比赛项目 因为有男男的亚洲杯 有男男的亚运会 这两个赛事 所以呢 中国男协肯定要想在这两个赛事中 重振男男的雄分 选择更多的球员一起集训 就像当年的分成红黄二队 红蓝二队 那个时候以这样一个选拔的机制来备战 那么不管怎么样呢 中国在亚洲杯男男小组赛上还是有想法的 他这三个这两个对手 三个对手 其实都不太强 中国打韩国男男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韩国男男最近这几年的退步也很大 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呢 其实中国队内外线独占油 不管是派出一队还是二队 其实国内完全可以派出一队和二队 这两支水平都差不多的球队 去应付这些亚洲级别的赛事 那么第二场呢 中国队巴林 巴林在西亚来说也不算是一只竞旅 因为在西亚有里巴嫩和伊朗 那巴林呢其实水平也就那样子 中国打巴林也是绰绰有余的 第三场对中国台北 中国台北有很多球员在CBA连赛效力 陈英俊啊林亭谦刘真之类的 这个到时候应该是会代表 中国台北来出战与中国队的比赛 其实这也是一场非常有看点的比赛 毕竟中国男男在历史上的亚洲杯 也是输给过中国台北 也是创造了一段耻辱 那么这场比赛是绝对不能输的比赛 那么如果再输掉的话 姚明也真的没脸在那割了 所以呢亚洲杯小资赛 对于中国男男来说应该不是个事 目标就是三战三胜 虽然说最终的夺冠可能还真不一定 因为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球队的加入 所以呢中国的最终夺冠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也是要尽力争取的吧 2017年我们亚洲杯只打了个第五名 这到了2022年 本来是2021年进行比赛 因为疫情推迟到2022年 希望我们的男男小伙子们能够打出自己的一些 自己的正常水平 在亚洲赛场首先证明自己 毕竟中国男男目前是需要在低谷中雄起了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